大家好 很高興在馬達加斯加開直播 現在是在馬達加斯加的一個大城叫安齊拉貝 我們昨天剛從拉努馬法納國家公園 一路撒回到安齊拉貝這邊 我想來馬達加斯加的這幾天有很多很多的收穫 不管是生物的攝影或者是自然人文的紀錄 我覺得很棒 真的 那今天難得在這邊訊號比較好 所以可以跟大家直播聊天 後面那建築物很漂亮吧 那是什麼建築物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 他這邊的車黑煙還是很重 還蠻棒的 剛原本想坐他們的馬車 這是一個蠻棒的地方 你知道在線上問一個問題 大家都上來了 25人很棒 我以為這個時間不會有人 鄭大哥好 這邊是午安 這邊是晚安的啦 這邊已經大概六點了吧 然後因為我在這邊算是一個比較大的都市 所以這邊能看到比較多建築物 如果是在西部啦 在慕容島或者是在一路上的山村的話 是沒有辦法有這樣的網路的 那來這邊有很多他們的能力三輪車 或腳踏車三輪車 我們可以過去看一下 這邊是下午大概六點 跟台灣的時差是五個小時 我覺得還蠻棒的 除了膚色不一樣的以外 其實大部分都是差不多 各位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這個 叫做三輪車 有能力的有腳踏車的 然後小朋友很好奇 SAL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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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這邊的你好你好 SALAMA SALAMA 要爭取一點生意 還是跟我一起玩一起討論 然後小朋友就跟在我旁邊 有沒有小朋友好可愛啊 很害羞就躲過去啊 跑光光 很有趣啊 這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那我想在這邊 除了首都以外 其他地方我都覺得還蠻安全 就是像我一個這樣的 華人連孔 一看就知道是東方人 在這邊走路 他們除了好奇以外 其實沒有太多其他的 你該害怕的東西 但是在首都不一樣 首都那邊會有比較多的 可能危險啊 搶劫啊 諸如此類 而且今天月亮好大喔 看一下月亮 有沒有看到 遠遠那一顆就是月亮 我手比的地方 那個 那個是月亮的 不是燈耶 然後路邊有很多這種 人力車 然後 是一個蠻好玩的地方 台灣 現在要從另外一個地方切過去 小朋友在過馬路要很小心 我看到我一個熟悉的標誌 熟悉的標誌是符輪社 太棒了 這邊也有符輪社 很多小朋友在那邊玩 小朋友他們看到都很好奇啊 老實說這邊的小朋友 要看到山西的東西很難得 後面的夜景很 後面的夕陽景色很棒 看一下 有沒有 只可惜這邊沒有 沒有馬達加斯加的 國術 有人知道馬達加斯加的國術是什麼嗎 有沒有人知道 馬達加斯加的國術是什麼 很模糊 因為網路不好 網路不好 網路不好 所以我就一個人在街道上面閒晃 還蠻棒的 真的馬刷一百謝啦 還蠻棒的 我現在人在馬達加斯加 國術不是麵包術喔 國術不是猴麵包術喔 國術是一種我們在台灣很常見的植物 非常常見的植物 在學校的校園裡面都有 跟香蕉有關係 跟香蕉有關係 來 有沒有人知道了 從小我就看到大 然後產地是在馬達加斯加 它這邊建築物很有氣氛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好棒喔 我好愛這邊建築物 有沒有看到 那種顏色 色調相當的棒 然後很歐式庭園 不是麵包術喔 跟香蕉有關喔 喔 日紅 對 旅人礁沒錯 旅人礁就是馬達加斯加的國術 不要忘了 這個國家最有名 因為馬達加斯加就是旅人礁的原產地 很棒啊 旅人礁是我以前 從小就認識的植物 那時候我還記得念長安國小 學校裡面有種啊 哇 那個牆壁上的塗鴉好可愛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那牆壁上的塗鴉實在太有趣了 他們這邊家家戶戶都讓我感覺好好玩喔 繼續走 大概再直播一下下就好了 我要開始慢慢走回飯店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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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嗨喔 你好 謝謝 其實他們這邊很多人會講中文 相當多人會講中文 你走在路上散步五時 就會遇到有人跟你講中文 他是一個很特別又有趣的 因為跟你完全不一樣的膚色 完全不一樣的人種 你在這邊散步買東西 其實你都可以感受到滿滿的友善 當然你在這邊可以學一點他們的馬達加斯加語 比如說Salama Salama就是你好啦 你還好嗎 這樣的意思 然後在filoma就是再見 然後Watinina就是多少錢 然後Zara Zara就是非常好 就是Wonderful的意思 Good 很棒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散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繞了一圈回來我要住的地方 這還蠻棒的啊 有沒有 整個我背後是一個夕陽的景色 有沒有有沒有 對對對 我雖然臉黑了 但後面夕陽就來了 對啊 這邊大概 這邊 時差是五小時 所以前幾天在這邊我睡得不是非常好 因為晚上我們有訂了 呃 訂了晚上在飯店的餐 不然的話我很想在這邊吃東西 然後這邊就是他們的餐廳 Failama 這很有趣啊 喔 紅麵包樹 喔喔喔喔 很好玩 這邊走不好小心,不能橫著走 被狂浪喇叭 很好玩啦,這邊氣氛還不錯 然後他們這邊賣東西,雜貨店其實就是雜貨店的樣子啊 一看就知道是雜貨店 然後這間生意很好 這間滿滿的人,不知道在吃什麼 炭火燒的亂七八糟 你們看,生意很好 好好吃的樣子,我也想去吃 大家應該都準備要睡覺了吧 你知道在這邊用他們的語言打招呼是一件有趣 因為他們也會覺得 這個膚色不大一樣,竟然會用他們的話打招呼還蠻好玩的啊 我一路走進熱區了 其實你看這樣 那個是月亮耶 月亮照下來整個還不錯 然後在人群中,哇有賣衣服 我想要去看衣服了 這攤也不錯 法式麵包 這邊賣法國麵包應該很棒 到了前面我要右轉了 賣豆子,我看到了 還有賣哨把的 賣棉繩的 很漂亮的布鞋的 很漂亮的布鞋的 還蠻棒的啊 一路上都很high 然後這邊的食物我真的我個人很愛啦 明天早上我來直播一段我去買食物跟大家聊天 那應該很棒 因為這邊的食物我覺得好好吃 煤炭的人都好多喔 為什麼生意都那麼好 早點 我住的飯店在這一條路 要走回去了 好啦,我不在台灣的這十多天大家都過得好嗎 這是我最想問的啊 玩蟲的朋友從口照顧得好嗎 有暑假作業的朋友,暑假作業寫完了嗎 還有 大家有沒有去做了什麼新鮮好玩的事情 千萬記好不要虛度了你的暑假 暑假是一個可以你學習很多事情的時間點 暑假是一個可以你學習很多事情的時間點 啊哈哈哈哈 吃辣嗎 好棒啊 明天要來這間買那個油炸物,好吃 真的 你學習很多事情 我想逛菜市場啊,可是因為早上我們都在趕路 所以沒辦法逛菜市場 那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通常都要到 通常都是要到我們 中午或下午 有吃飯休息的時候才會逛 可是你知道 通常我們逛的地方都是比較 小都市 所以它的網路都不好 很難開直播 而且我這邊一次買了6G 根本用不完吧 所以沒事就要開直播 開直播就沒事 還蠻冷喔 我手好痠喔 差不多了 好啦,我要跟各位說掰掰了 不要忘了 大家暑假一定要做一些 有趣好玩 學習新的事物的事情 無論如何 都要開心過好暑假 期待下一次的直播吧 謝謝各位 掰掰掰掰 謝謝大家 馬達加斯加 這樣這樣